来吧 现在我宣布 健康老人加时赛 现在开始 哎呦 真珍贵 还自己奏乐 那么提到健康啊 包括身体上的健康 也包括智力上方面的健康 接下来我就要考考 两位老人的智力方面 好不好 什么玩意跑气了 什么玩意 这口弹还能上来不 我什么弹呢 打手背上 要将冲 还得往这儿弹 人家脑袋马路不长草 冲林的脑袋没有猫 看有没有猫 但是老范 我跟你说 这个鸡蛋和鸵鸟蛋 它的营养不一样 你这营养跟蛋都没关系 你就是个鸵鸟 你孩子鸵鸟的 好了好了 别招了别招了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正式比拼了 进入我们的第一环节 智力考验 大比拼 范叔先回答 来 我掰站起来 范叔 请听题 远看是条狗 近看是条狗 打他他不走 骂他也不走 一拉就走 什么狗 死狗 你看看 好 远看是灯笼 近看是灯笼 灯笼是灯笼 浑身是苦龙 请问是什么灯笼 特灯笼 哎呀 太棒了 第三题 请仔细了 远看龚汉林 近看洗脸盆 又像龚汉林 又像洗脸盆 请问是什么 龚汉林端个洗脸盆 哇 你是最棒的 这么难的题都答上来了 哎我的天哪 没谁的你就是冠军吧 哎 你看你看你看这屋呀 哎我的妈呀 龚汉林断了个洗脸盆 你就勒成那个样 他要断了个洗脚盆 你是不是把水给喝了 哎 叶王叔 哎 你就是看我爸答对了 你这这嫉妒 赤裸裸的嫉妒 什么叫赤裸裸的嫉妒 你才赤裸裸的嫉妒呢 你不嫉妒也赤裸裸 你赤裸裸 你赤裸裸 我赤裸裸 快点 两位拉拉队 注意一下自己的情教 这衣服都穿上 老人聊什么赤裸裸呀 那个好了啊 咸花少许 来 王叔 请听题 问 有一种动物 飞熊飞猫 熊猫 飞熊飞狗 狗熊 飞驴飞马 骡子 答错了 娃娃娃娃娃 吃蛤蟆 你过来 飞驴飞马不是罗是什么 是蛤蟆 是 你在顾上 他怎么能是蛤蟆呢 蛤蟆是驴吗 不是 蛤蟆是马吗 不是 所以飞驴飞马是蛤蟆 找你这么说还是大象嘞 那还是死个狼呢 你也没说呀 对对对 耍赖啊 没有 我跟你说 就这样的题 我处一个你也搭不上来 不可能 我是中华小机构 挺好的题 说 说乌霾天 大伙都戴口罩 但是你戴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我肺活量太好了 不对 那为啥呀 因为他脸太长 盖不住 那个叶神生 这幅不好不好 最幅不好 我无所谓 没有 我来 我接下来 我要骄傲的宣布 嗯 范淑第一环节获胜了 耶 太棒了 太棒了 哎哎哎哎 要叫我获胜 我都觉得丢人呐 这什么特急啊 谁不会大 绑个饼子狗都能搭出来 我跟你说 好了好了好了 好 那接下来进入第二个环节 生活考验大必拼 说 哎呀你这个奏乐做得好啊 当然流音乐都不行 漂亮漂亮好 干得好 那么说 水是人的生命之源 说人 要把这一整瓶水喝完 需要多长时间 请答题 范淑绮续导 哎哎哎哎 刚才他举手让他打 我站起来不让 他站起来就让 你想想 我是怎么戴的口罩 好不好 爸 加油 泽泽水水 大概需要 二十秒 请演示 来吧 好 进食开始 三二十秒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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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三二一 太好了 刚刚好 刚刚好 刚刚好